國防部長邱國正 因為兒子捲入性交易事件 一度向總統請辭遭慰留 原本已經請假的立院備詢 也特地消假 更親上火線 哽咽道歉 爆料者選在520前 釋出驚人的影片 和照片動機可異 邱國正的兒子任職 國安局曾是情報人員 不只手機被盜 資料全外流 爆料者刻意曝光正面照片 恐怕已經觸犯國家情報工作法 甚至流出在部長室拍攝的合照 也涉及資安與保房 是不是為了鬥爭犧牲國家情報利益 棋人一鬥 外傳是因為軍事採購 邱國正黨人財路 得罪了特定人士 還有一說是當時蔡總統任命他接任 國安局長時 他處理撕驗案 大殺四方 得罪了不少情治與特勤人員 如今遭報復 難道真是為了部長的位子 在內鬥嗎 我沒有那麼多的聯想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黨人台 我不想認為 因為事實上我跟這些都沒有接觸 我連案子都不知道 我怎麼去擋 520之後 邱國正幾乎底定不留任 心願的房長熱門人選 包括前海委會主委 海軍中將李仲威 與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甚至連國安會資委黃樹光也被點名 顧立雄是蔡英文的得力左右手 充分地顯示 目前的賴清德 自己本身沒有國防外交的 人才 文人部長不是不好 但是 比現在兩岸的情勢這麼緊張 我覺得是比較危險的 這一方面 議員還沒有任何人跟我談過 我沒有任何設定 想要哪一個火葬不同 沒有 邱國正也證實 未來的政府總統賴清德 蕭美琴 4月2號將到國防部聽取機密簡報 傳出賴清德當天帶什麼人同行 很有可能就是賴政府 未來國安團隊的核心成員 介紹我呂建宴SL組 台北報導 旅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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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